比斯省今日新增1187宗新冠确诊 以及18宗死亡个案 而就目前的防疫措施将持续至下星期三 首席卫生官Bonnie Henry就指 将在下星期宣布届时是否放宽的细节 并鼓励省民接种加强剂 邓晓恩报道 继上星期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 更新了有关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接种加强剂的指引 比斯首席卫生官Bonnie Henry补充 每名感染者所需的最佳间隔时间并非一致 但仍然建议在康复之后按时接种 与此同时 对于未接种人士来说 感染Omicron之后可能会有较大的后遗症 我们也看到这些更多 Omicron之后 那些人们不接触 可以有很轻的疾病 而他们可能不发展 两部分的抗产系统 所以我们称为 宇宙的抗产系统 抗产系统的脂肪 而随着近日省内的新冠检测措施 改为针对人体健康状况 以及对职场的需要 卫生当局公布相关数据的方式 也有所改动 而早前就医疗卫生人量 需要接种疫苗的指令 则会扩大涵盖制 包括家庭医生 牙医、中医、针灸师 以及脊椎治疗师等 并需要在3月24日完成接种 而另一方面 阿省近日新增1648宗确诊 以及11宗死亡个案 而就省府宣布 分阶段逐步开放防疫限制 包括由今天起取消疫苗护照措施 由下星期一起 撤销12岁及以下儿童的口罩令 以及到3月1日起 再无需要室内配带口罩等 有代表阿省两万多个家庭的 Families for Choices组织 就表示欢迎 并期望其他省份能够跟从 新时代电视 邓晓音报道